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Herry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來自新加坡的Humism這個品牌 那其實這個牌子呢,早在一年多以前 它在Kickstarter上市的時候呢,我就注意它非常久 那終於呢,千聞萬萬史出來在台灣登台了喔 那其實呢,這支錶我覺得 其實大家看影片也很清楚啦 不用特別介紹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面盤呢 時刻在做轉變 那其實就象徵著我們的時間 我們世界上隨的時間呢,去做千變萬化的一個感覺 那其實這支錶呢,本身呢 你光看它的這個樣子就會被它吸引了看很久 我想大家現在的目光都是在看它的一個千變萬化的面盤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它怎麼來看時間 那我們簡單來操作一下 那我們看到左下角跟右下角這有兩個點 一個代表時針,一個代表分針 那我們來波動龍頭一下就可以搞得清楚 大家也看得到呢,隨著波動龍頭在動的這個空心的 是代表分針 那這個固定呢,是代表時針 那如果依照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時間呢,大概就是7點23分左右 7點23分左右 那所以其實還是很容易辨識 很容易辨識 那這一次呢,它在台灣登台呢 主要有推出四個錶款 那現場呢,我這邊有拿到三個錶款 包含呢,我剛才給大家看最久的這一隻 是屬於非常多的圓形做交錯的呢 這一隻稱之為蟬 那另外呢,這一隻可以看得到這配色非常跳的 就是黑黃配色的 那這一隻呢,稱之為無人 無人 就是沒有菱角的意思 那這隻錶其實它 它仔細看也非常有意思喔 我剛拿到的時候我覺得它像 像日葵一樣,為什麼? 因為它背景是黃色的嘛 然後再加上 這黑色的圈圈一直在變 那另外看久了以後 有點像是眼睛 有點像是全隻之眼的感覺 所以其實蠻深邃的 仔細看還蠻會注意的 我都覺得看久好像有點被催眠的感覺 那另外呢 這一隻呢,叫做啟程 啟程,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準備要開始旅程的這個啟程 那它的一個設計是比較偏 所謂的直線跟V型做一個交錯 直線跟V型做一個交錯 那其實每分每秒在轉動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律動感是很明顯的 那這隻錶它本身它的錶鏡呢 也是非常適合我們亞洲人來做佩戴 它的一個錶鏡呢 是寬39mm 那如果一隻正裝錶來看的話 是非常適合 一般我都推薦了亞洲人 特別是男性 在戴這個症狀錶的時候 是以38-40為原則 那運動錶呢 則是以40-42為原則 那這是屬於一個症狀錶款 那因為外框比較薄 所以大概38-39 是很適合亞洲人來做個佩戴的 那這個錶也不是很厚 那因為做一個症狀錶 通常不能太厚 那根據它的一個資料上顯示呢 是11.4mm 就是1.14公分 那這個厚度呢 稍微厚了一點 大概一公分多一點點 但是其實還是在我們的 一般症狀錶的 症狀錶的規格裡面 基本上它在1.14公分 然後做使用的機芯呢 其實這個機芯很多的這種微品牌都在做使用 它所使用的機芯就是 我們大家所熟知的Seiko NH35 就是如果換作在Seiko裡面是4R的一個系列 那它本身是21,600轉 然後搭配有停秒設計 那每天大概的準度是正負20秒 那其實做一般日常使用是很夠的 但另外呢我們還有一個系列是沒有在的 叫做存在 是另外一支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品牌的Kickstarter的網站上面 去做搜尋 那我們現場呢其實今天就有來三支 再跟大家review一下 第一支這個是起承 那一樣是黑白的 那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另外一支存在呢 就是這支起承的應該是黑黃的一個版本 那另外這一支呢是無冷 那就是沒有菱角的意思 那其實跟它的名稱一樣 因為它都是以圈圈來做構造 但其實看久了也真的有點像向日葵 那最後這一支呢 就是我們剛才一開始看最久的 這一支叫做鏟也是個人最喜歡的一支 那目前呢在Kickstarter上面呢 不是Kickstarter 在台灣的折折 木質網站上面呢 目前的鑿鳥價錢呢 一支是在 九千 八千九百九十九塊 八千九百九十九塊 那個是做所謂的黑這個 不鏽鋼的 那如果說是這個PVD的話 則是九千四百九九塊 九千四百九九塊 那除了這個 皮帶之外呢 品牌呢 在這一次 因為做木質嘛 所以他們還會再加送一條 Mesh就是米蘭帶 那像這種黑色PVD系列 會送這種 黑色PVD的米蘭帶 那如果你本身是選購 是不鏽鋼的一個系列的話呢 則是會送 這個不鏽鋼的米蘭帶 那其實一支錶 兩種風格都是很不錯的 除了皮帶之外 你還可以搭配 不鏽鋼的米蘭帶 或是呢 黑色PVD的米蘭帶 做不同樣的搭配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 這一支 HUMIZEN 的腕錶到這邊 那未來還有其他一些有趣 跟心情腕錶 HERRY都會跟大家做 進一步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